第五十五章 郑君鲜花 柳西也是十八岁的大姑娘了 再不嫁就来不及了 所以叶昭很着急 奈何胡青是个游淫不尽的主 说东就扯西 说南就往北 逼到最后他居然蹦出去 叶将军 认识那么久 你难道还不懂我吗 叶昭茫然摇头 胡青为难道 这 实在不好启齿 你想想 我那么多年都不怎么进女色 叶昭一个机灵 莫非你不能人道 我 我给你请大夫看看 不是 胡青克制住掐死他的冲动 然后长长的叹了口气 我好南风 对女人实在提不起兴致 叶昭痛心疾首 你不留点血脉 愧对胡家列祖列宗啊 胡青点头 或许将来会逼着 娶个穷人家的媳妇 留点血脉再出家吧 但是你表妹 鉴于胡青略计斑斑 叶昭对他说的话心里存疑 想起以前去青楼画坊 胡青对每人相陪都是兴致缺缺 哪方面可能真有点问题 心里也信了三成 若让西音嫁过去守活寡 岂不是恨死自己一辈子 于是他拍拍胡青的肩膀 威胁道 别让我发现你在耍我 后果自负 胡青笑咪咪 不敢不敢 叶昭想了想继续威胁 不要打我男人主意 否则老子把你调成楼上去 胡青笑得更灿烂了 将军太见外了 我喜欢粗鲁点的男人 叶昭眼皮抽了抽 气得半死 终归是拿他没办法 泱泱离去 回家继续翻朝廷青年俊杰名册 派杨氏四处打听 努力给表妹挑相公 过了几日 绵绵细雨依旧不停 路上都是泥泞 让人懒洋洋的不想出去 夏玉锦天天吃补贫 补得满腹斜火 都钻脑子里去了 他晚上抱着被子 回味细腰长腿 勾痕滋味 心里万分想要 奈何 枕边人完全不懂 怎么讨丈夫欢心 天天陪表妹睡觉 恨得他直咬牙 直到去安王府请安时 被安太妃问什么时候 可以抱孙后 他终于憋不住 决定主动出击 回家趁柳锡音不在 跑去叶昭的书房里 先玩书架上 装模作样的 东摸西摸一会儿 然后淡定开口 暗示 媳妇啊 咱们好像很久没晚上 在一起说四话了吧 叶昭从文件堆里抬头 茫然 什么四话 下预计恨铁不成钢 只好再提示 关于行军打仗什么的 叶昭完全没反应过来 我和你讨论过军事话题 叶昭看着他的鱼目脑袋怒了 老子睡一觉是要女人服侍的 哦 叶昭了然 大度挥手道 今晚让媚娘去服侍你 低头继续青年杰郡们的花名册 认真研究要挑哪几个 去和西音商量 你还真他妈贤惠啊 夏玉锦连续翘妹眼都 抛给了瞎子了 气得浑身发抖 当场扬起卷竹策 狠稳往他头上砸去 也顾不得身份 口不择言骂道 干娘的 连年孙吃醋都不会 还等男人主动倒贴你不成 是真啊 还是真不知道老子憋了多少天了 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我这个项目 做正式的 带头夺懒 不乖乖爬上床来服侍 还想推给妾侍 老子要不要妾侍服侍 抡到你安排吗 好 明天我就去纳上七八个小妾 再休了你这个不懂事的混蛋 服侍 我今晚就服侍 别丢了 这手稿很贵重的 夜朝下的上蹿下跳 接下满天乱飞的竹卷 总算明白 他在闹什么别扭 心里一喜 扑过去 在耳边叙述 莫脑 是我不好 晚上保管服侍的你 君良好尽 尽兴而归 夏玉锦气愤难平 翻身推了他一把 按在书架侧 揽住细腰 用力地揉了揉 然后 缓缓往下 狠狠掐了底把发泄 然后 看着他那双淡淡的毛子 在闪耀着野兽般的光芒 心下不分 顺手拨去他发尖银簪 让柔软的卷发 徐徐绕下 然后 按着他的肩膀 粗鲁地吻了上去 在唇上 疯狂地咬了口 仿佛要将这个混蛋 拆吃入腹 却招到对方的反击 被大力回吻 两人纠缠许久 他单膝跪入他双腿间 同时 手不停歇地 揉练着大腿根部 喘着粗气道 我恨不得 现在就把你这 无耻流氓 捉拿归案 就敌状罚 寻查御史要捉拿小人 自不敢伪命 叶昭倚着书架 抬起一条腿勾上他 挑逗道 少不得 要往御史大人的床上 走一遭 让你细细审讯 就地正法 他媳妇说话 是不要脸的爽啊 下雨今 眼睛都给勾出火了 迟一间 以备夜招 按去椅子上 单腿架在他身上 不停吻着双唇 轻轻在他欲望处 俯过 握了一把 滴滴地问 御史大人 雄风大震 可是想白日与范妇 宣吟 罔顾国法 真是太流氓了 下雨今 更无赖地反击 老子是皇帝的亲侄子 做的是天下第一宫官 想干就干 还管国法干什么 缠绵喘息间 叶将军可在 娇滴滴的声音 从廊外传来 谁 下雨今 叙事待发 惨遭打断 恨不得 想将没一张眼的 王八蛋 统统拖去巡察院 关起来 再打个一百大板 已经校友 娇滴滴的声音再道 我奉表小姐之命 给将军送花来的 叶昭回过神来 知道是柳西音身边 那个叫红英的侍女 赶紧将爬在身上 纠缠的下雨今 推开 迅速挽起长发 整整衣襟 再整整她的衣襟 使了个不要乱来的眼色 重重的咳了声 进来吧 下雨今 委屈至极 狠狠朝红英 刮了几眼 红英察觉 情况不对 脸上活泼可爱的 表情也暗淡下来 双眼涌出 淡淡薄雾 奉上盆 开得鲜艳的 碧莎草 陪笑道 将军上次 宽我们家小姐 养的碧莎 开得好 所以她让奴婢 给将军送来一盆 还有几盆 从西夏带来的 奇异草 都是山野粗鄙玩物 开花时 香气浓意 摆在桌上 很是别致 大会儿送给君王爷和夫人赏玩 叶昭道 她费心了 红英扭着裙脚 确实声道 我们小姐说 谢谢君王和将军这阵子 都替她费心了 还帮她收拾了闯户的乱摊子 很是感激 夏玉锦在路边 救下柳西音之事 很是得意 从没瞒过叶昭 如今见她给谢礼 沉吟片刻 就让随身小丝收下了 捧到面前 见其中有盆 开着累累红色花朵的小盆栽 特别别致 而且芬芳扑鼻 有安神质感 颇为喜爱 红英道 这是曼华草 醉意放在床头 做梦都是甜丝丝的 夏玉锦闻着甚好 便让人拿去放好 然后对她道 今晚将军有事 不过去表小姐那边了 红英低头道 我们小姐说 打扰了那么多天 她也认床了 晚上不必再打扰将军 夏玉锦 见障碍扫平 大喜 暗暗发誓 若今晚再有死娘皮 破坏她性质 非得将对方 拖出去来卸火 然后迈出家门去 本集播讲结束